好 那大概就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重點 各位最大困擾你的大概是這些疼痛的問題 那不要小看這些疼痛 有很多人因為疼痛 他就覺得 我不想要繼續用藥了 或者是說他覺得人生 謝謝 比較沒有未來性的 那其實我是要鼓勵大家 絕對沒有那麼可怕 把這些麻痛疼痛痠痛 分辨清楚之後 有很多是復健科的問題 不一定是你的 病情惡化了 不要自己嚇自己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有很多很好的方式去針對你的 肌肉痛 肩頸痛 背痛 坐骨神經 以及末梢循環不良 甚至水腫的問題都會產生 我們肺癌的患者 會有上肢水腫的問題 大家試試看 你的兩根手指頭 可不可以把你的中指的指節 這邊的皮膚拉了起來 可以疲漏分離嗎 如果覺得抓不起來 脹脹的 OK 有可能有一點是水腫的問題 如果是可以很正常的疲漏分離 那是比較好的現象 那一般人也會有 慢性循環不良的人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那所以 這些問題呢 我們在臨床上可以用一些 電視機的方式去解決 或者是去消水腫的方式 其實 這個 對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所以 我要跟大家鼓勵的說 如果有這些問題的話 其實復健是幫得上你的忙的 另外 我要特別提一下 忍熱的治療 我們一直在提倡 像我們醫院 現在進入叫全人治療 我們醫院的癌症患者 現在 今年在推頭頸癌 當 進到我們醫院 診斷為頭頸癌 術後 就馬上會復健 那在前幾年 以乳癌跟腹癌方面 就是很早的介入復健的部分 因為啊 有很多 嗯 治療過程的後遺症 以及影響 會讓一個人的併發症 以及他的 沾黏的問題 更惡化 那我們適當介入 適當的忍療儀 或者是用一些方式去治療 其實是好的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 有一些熱 對我們的化療的地方 開到的地方 並不好 會過度 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 洗腎患者 結果他本身是乳癌患者 那 很不幸的是 腎臟科醫師 他們決定 把他的洗腎 做在他乳癌這一邊 結果呢 這個人工血管 需要用反覆的熱膚去處理 結果 他這邊就 硬得像石頭一樣 尤其是他的胸腔 這樣對一個病人的照顧 非常不好 甚至會加速他的惡化 所以 也就是說 我們在照顧自己上 忍熱這些事情 要拿捏正確 那這個病患者 來找我 之後馬上要求回去重做 做到對策去 他這邊的水腫的問題 以及這些沾黏的問題 才慢慢的改善 不然 接下來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叫做敗血症 他的這個地方 腫脹的肢體 會感染的問題 所以這個都是 就是 在一些忍熱的治療上 都要非常小心 那像我們醫院做到 放療中的患者 如果產生肢體 腫脹發炎的問題 我們就用忍療 控制在10度C 趕快幫他代謝 有時候用冰塊 又太冰了 所以這個都有 適當的介入的問題 可以把併發症 降到最低 這都是 要跟大家提醒的 那再來 要提醒的是 骨質 不管任何癌症 我們自己在看 骨頭都會老化 所以一般我們 骨質疏鬆的年齡 或許都不是那麼早 可是會因為我們的 癌症治療 會提早 我們自己在看 都要提早了10年 所以當你發現 你自己 向前彎的姿勢 哇 就會痛 好像止不上來 或者是說 你無法養睡 你覺得奇怪 我接下來要趴睡 側睡才舒服 養睡是不舒服的 小心了 你的骨質 應該有一些變化了 這時候怎麼辦 找骨科 或者是你原本的醫師 我們安排一下 骨質檢測 這個都是有需要的 或者是說 你起床時啊 背部 腰部 感覺到疼痛 或者是 你曾經 不小心 跌一下 撐一下 就骨折了 這個就代表 你的骨質有問題了 這個區塊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 為什麼要復健 為什麼要注意 其實 我們常常看到 這個併發症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針對 這樣子的一個患者 也就是各位病友 我非常強調說 你的骨質 是要保養的 要提早注意的 另外 你要提早運動的 各位早上起來 有曬曬太陽嗎 有齁 其實齁 骨頭方面齁 除了攝取 鈣以外 維他命D 曬曬太陽 是很重要的 當然嚴重的話 可能需要用藥物的 的治療齁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要讓肌肉骨骼 保持穩定的話 我們好好的保養骨骼 是很重要的 那你可以做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啦 我們可以試著去運動 改善我的協調性 敏捷性 改善你的平衡 防止跌倒 各位知道齁 我們跌倒最大的問題 有時候都是在晚上 燈光昏暗 起來上廁所 一小心 以為自己可以控制得很好 頭一暈 就跌下去了 很多老年人的骨折 都是這樣來的 那我們癌症病人的骨折 發生率也是高的 所以這個部分 要請大家特別小心 要注意這個區塊 那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好啦 康老師你說這個很重要 那我到底該怎麼運動 那我會慢慢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 可以做的運動 有包括這一些 你必須去伸展你的肌肉 你開刀的胸腔肩頸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經常一吋 下一句是什麼 有聽過嗎 受嚴十年 我們以前聽說 怎麼可能 經柔軟就可以多活十年 可是後來發現 嚴重的病人 尤其是我們癌症病人 確實如此 當你越僵硬的時候 尤其是你開刀的地方 你的整個循環系統 你的淋巴系統 都會受到阻礙 這時候你的身體老化就特別快 所以對你來講 生長運動就很重要 另外 你 開刀 破壞的地方 以及弱的地方的肌力強化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適當的肌力訓練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運動 叫做有氧運動 有氧運動 對我們的心肺功能 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們常常復健在講的核心運動 你要去強化你的最深層 大家知道你的核心在哪裡嗎 在你的丹田 我們現在在講的 丹田有人的有精神 其實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以我們西醫在看 是練到你的核心肌群 所以這一些方法都用對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健康 好 這個是我們在醫院 建議大家運動的方式 我們會用一些設備 提醒大家該怎麼去鬥 在每一個環節去做對的時候 才叫真正運動 所以我不曉得 你的醫師有跟你分享說 你該運動嗎 一定有對不對 可是倒是沒跟你講說 你該做哪些運動 所以有很多就是說 請你去操場走30分鐘 可是如果你走啊 是慢慢的走 對我們來講不夠 因為沒有挑戰到你的有氧 心肺 你如果說是做很輕鬆的 沒有去做伸展 那還是不夠 你沒有針對弱的肌群去強化 那個環節還是有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我今天講的一個重點 正確運動 對你來講是必要的 你要學學 你該怎麼運動 好 那 要延伸一個議題就是說 好啦 為什麼有氧運動那麼重要啊 其實跟 我們所有的癌症病人 裡面的有一個併發症 第一名的併發症 就叫做癌陰性疲憊 齁 這個題目我們 陳醫師 非常的 強 他一直在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我之前聽他演講 我也發現 原來我們 附健科的癌症病人齁 這件事情 才是真正困擾他的 我們幫一個病人 治療他的痠痛 治療他的水腫 如果沒有治療他的癌陰性疲憊 效果是不好的 那什麼叫癌陰性疲憊呢 其實我不曉得各位在身上 有沒有感覺到就是說 你還是覺得很疲累 就算治療都完整了 你覺得你的體力還是沒有恢復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 你睡了一覺之後啊 隔天起來 奇怪 你怎麼覺得還是疲累的 沒有休息到 問題在哪裡 其實有可能是跟這個有相關 叫癌陰性疲憊症 所以 它是一個免疫系統 跟癌細胞交付轉應 產生的一個發炎反應 你身體處在一個慢性發炎的現象 它很輕微 但是也可能很重 到嚴重的時候 有時候到末期的時候 它整個人是都很虛弱的 所以我們在講 其實它就是因為 腫瘤細胞 引發了一個免疫系統失衡的問題 我們都在講說 百分之九十九的疾病 都是免疫失衡造成的 所以免疫系統 是人體上很重要的一個系統 所以剛剛我們聽到 之前的很多醫療 都在講精準治療 怎麼樣 把我們的免疫系統 活化起來 去抑制這些不好的細胞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原來啊 你身上也有答案耶 也就是說你本身 就有把這個癌細胞 壓下去的這些T細胞 或者是解決這些不好的細胞的功能 本來在你身上 只是因為你老化了 你身體虛弱了 沒辦法活化它 結果就慢慢的被這些不好的壞分子 侵占了你的全身細胞 你的器官 所以也就是說 用運動的方式 或保養自己的方式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輔助治療 我當然不是說 只靠運動就可以戰勝癌細胞 不對 但是你必須要服輸這個治療 所以我們簡單的去講 精準治療現在的用藥 開刀 把壞分子抓完之後 它萬一再繼續來怎麼辦 所以重點是什麼 責任在各位的身上 你一定要灌溉你的身體 不管是從養分 從睡眠 還是從運動上 你一定有機會 把你的身體的免疫系統再拉上來 這樣子對你來講 才是一個完全的治療 所以講到這邊就是說 原來啊 你為什麼會產生這個癌性疲憊 除了本身的癌細胞以外 跟你接受的一些治療 其實有關係的 我們都知道 化療也好 放射線治療也好 對我們的身體的負擔是很大的 不過現在的醫療 已經慢慢在改良了 我們都知道 很多藥物都是已經有 減低它的副作用了 甚至到標靶 以及現在所謂的基因治療 不過呢 還是要跟大家講 癌症之後啊 為什麼要喝亞培的 或者是 所謂喝一些癌症配方的營養素 主要是 你的蛋白質是快速流失的 你的癌細胞會破壞你的蛋白質的合成 所以 我們要求大家要保持自己的體重 絕對不能掉 但是也不能過胖 這件事情很重要了 主要是在講蛋白質這件事情 好 所以 一個人要有體力 你要有辦法運動 你要讓你的身體運作得更好的話 維持你的體重 讓你的蛋白質長激勵 是很重要的 另外 化學藥物也好 標靶藥物也好 放鳥也好 有一些證據都告訴我們 它會破壞你的心臟 以及你的一些內臟的功能 所以原則上呢 這些高劑量的放射線 或者是藥物 都是會導致你身體往下掉 癌因性疲憊出現的 嗯 推波助然的原因之一 但是 我們不得不接受這些治療的過程中 之後你要怎麼去補救 從飲食方面 以及所謂的運動方面 去看待 所以咯 我總括來講 當你有一些疼痛的問題 或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一些警訊 代表這些 併發症啊 都在干擾你 可是你不要被這些併發症打敗 你應該可以好好的去解決這些併發症 讓自己的身體 回到更好的狀況